赫特 没事 赫特 我等你消气啊 我等你原谅我 你今天怎么回事啊 跟您打电话 没说几句你就给挂了 你这么晚来我们家干吗呀 我来看你是不是安全到家了 还是被不怀好意的人给乖跑了 我看现在不怀好意的人 只有你一个人吧 赫特 你太让人心寒了 大家都是男人 为什么你面对一家辉的时候 总是笑嘻嘻的 面对我就熊巴巴的 我能熠 真是搞不明白 他到底好在哪儿啊 这要是我 我也能带你逛好逛的 吃好吃的 再说 他只是你一个破邻居 我是你搭档 大搭档 怎么能这么狠心去背对待呢 擦擦你脖子吧 都是会 大搭档 我现在要上楼了 你自己随便吧 不对 赫特 你这么讨厌我 是因为高中的事情吗 赫特 你对不起 我以为我当年做错的事情向你道歉 我真的没想到这件事情 对你造成的伤害这么大 那都是往事了 不用再提了以后 不是 你听我解释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让你当着全校的面前难堪 我这是幼稚 缺心眼 才一脑门一热 我 撮合你跟小楊 那行星怪 这小女生的东西又土又没心意 我要人想要 要一大把 给 我 我看看这是一大把而已 我真不知道给小元送猩猩罐 那个女生也是你 怪我缺心啊 我就是想开个玩笑 我真没有侮辱你的意思啊 你就是缺心啊 何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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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还有完没完啊 你说啥也喜欢小元啊 我告诉你可不行啊 小元是我兄弟 我不同意 你哪着眼看着我喜欢他了 你当年不是在日记本上 给他写个词呢吗 你这帮我开门 这日记你还留着 我跟你说啊 人家结婚了 你跟他是不可能的 你用你眼睛看一看 你翻看我的日记看 我有哪个字写着 我喜欢康子元了 你让我看看 看 这不是你画的小元吗 认识他人都知道 他是学校篮球队的九号球员 这是小元 怎么了 我说错了 简开一 你这人又蠢又笨又可悲 猪装出上你装猪装了 你难道听不出来吗 那日记本来写的信息是 这对不起不重要了 总之简开一 我再跟你说一遍 我根本不喜欢康子元 你不想问我为什么讨厌你吗 我今天就告诉你 我讨厌你的自以为是 我讨厌你替我告白 因为你的仪式兴起 让我成了全学校的笑话 懂了吗 你帮我关门 何队 你别生气啊 何队 我只想说论懂女儿心 如果叶佳会是头发丝 那你就是脚后根 我讨厌 弟弟 你没懂 关门 没事 何队 没事 何队 我等你消气啊 我等你原谅我